大家好 我是大伟 欢迎大家观看腰椎专栏系列视频 用最科学的方法 帮助你解决腰上面的困扰 让你的腰部更加有效的 长远的稳定而且轻松 那么今天咱们来讲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的名字叫做拔腰术 顾名思义就是拉开我们腰椎的间隙 有很多朋友腰椎不好 并且气血不通 而且还有很多朋友腰椎肩盘突出 这些朋友去到一些康复的地方 就会去做牵引 就是躺在一个床上面 然后帮你固定好 把这个腰椎给拉开 每次牵引完以后会发现腰部非常轻松 为什么呢 其实原理就是把腰椎拉开以后 释放了我们的神经空间 同时让我们的气血 它变得更加的容易流通 但是重点来了 每次去要不然就是距离太远 要不然就是价格比较高 所以很多朋友知道它虽然好 但是去的不多 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就厉害了 就是自己在家 一个动作就能完成了整个腰椎的一个牵引 我们叫它拔腰术 非常简单 非常经典的一个动作 现在我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 大家可以注意看 这个拔腰术怎么去做呢 我们要站立 同时让我们的身体微微的出现什么呢 放松往前 微微的放松往前 手掌往下 去往下压 你往下摸 你能摸到手掌触及到一个硬硬的骨骼 这个骨骼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卡极 这个卡极就是我们骨盆的一个边缘 我们手掌往下压 压到我们的一个骨盆 同时把这个动作定住 让我们的胸往上去顶 手掌往下压 然后来吸气 身上往上顶 手往上压 大家注意看 侧面看 来吸气 好 吐气 吸 身上往上挺 手往下压 好 吐 吸 吐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就能拉开我们腰椎的间隙呢 非常简单 原理我们压着我们的骨骼是有一个向下的力 同时呢 我们在吸气的同时啊 他这个胸部的一个扩张会带动我们整个腰椎啊往上 这么上下一形成就把这个力啊集中在我们腰椎处了啊 所以呢 这上下一起去做就形成了一个像拔河一样的把我们的腰椎间隙给拉开 它是利用呼吸的一个原理 所以我们把动作摆好 来继续吸 好 挺胸往上拉 手往下摁 好 微微保持一会儿吐 再来吐的时候就可以放松一下 再来吸 好 手往下压 虽然简单 很柔和 但是啊 对于腰部的一个伸展是非常好 再来 吐 好 就这样去做 做完五到六下 你会发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 你活动一下腰部 你会发现啊 这个腰部啊变得是非常的轻松 这个呢 就叫做拔腰术啊 很简单的就把我们腰椎的间隙啊给拉开来 有很多朋友啊 说我做了以后感觉效果不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腰部可能周围的肌肉太紧了 如果说感觉啊 你感觉效果不太好的 我们就把这个腰部啊 你看 手放在依然放在我们的卡级 从前到后 你看 给它 这个来回的这搓揉 侧面给大家看 来回的搓揉啊 你看 就这样 从前到后啊 做一次啊 再来从前到后啊 我们做上五次以后 把腰部的这个筋膜啊 给它放松开来 再去做 你会发现啊 你的感觉啊 就有了 这个动作真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动作 每天啊 做一做就能够很好的帮助腰椎 打开间隙 让里面的气血流通啊 变得更好 让里面的神经压力啊 变得更小 所以呢 这个动作啊 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看完以后给视频点个赞 同时感谢大家观看腰椎专栏系列视频 我是大伟 谢谢大家